日本和南韓受到沙塵部影響 多處空氣污染嚴重 東京十年以來第一次錄到沙塵部 下午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山口縣和滋賀縣能見度更加低 只有三公里 氣象東局說是來自中國沙漠區的沙塵 乘著西風飄渡去日本西部和北部 預料之後將會蔓延至東部 呼籲長者和有呼吸道疾病的人不要出街 民眾也要避免鎖車 除了日本 南韓的可吸入原浮粒子PM10也是嚴重超標